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就是一期淘宝探店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探的店铺呢,叫PP Home 这家店铺呢,就是我之前的探店视频征集里面 就点赞排名是第一名的嘛 所以说我就买了有14件衣服回来 这期的衣服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偏那种 稍微酷一点的那种风格,就是偏黑白色嘛 那这期呢,我觉得他们的发货速度还可以 因为我之前的话也是去年和前年买的比较多 今年就买的不是很多了 因为前面买的一些稍微评价 像三木子啊,还有一个下架学姐嘛 就踩了很多的雷 所以说这次的话,他们店铺的衣服也是比较平价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就和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件呢,就是这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这条连衣裙的话,是我这次买到的衣服当中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件衣服 它却还稍微有一点点特色吧 前面的话就这个样子,稍微宽松一点的领子 然后呢,这个领子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衣子间穿 因为它上面的话,是有一个这种珠子的 就是两串这种黑色的珠子嘛 这个桌子其实它是不廉价的 就是它这个是用这种,有一点像那种钓鱼的线啊 那种鱼线把它穿起来的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话,就有一点那种一段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一点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扎人 就是这个线头,这个鱼线的线头会有一点扎人 这件衣服呢,穿在身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版型还蛮好看的 就底下的话是比较遮着的那种版型 它是稍微宽松一点点的 不是那种特别紧缝嘛 因为之前买的那种领衣裙的话,有点特别紧缝 我自己就不太喜欢穿 然后呢,它的面料的话也是这种凸面蹄花的面料 就跟我之前买的那种一百多块钱的那种面料的话 是差不多的 就它这个面料也是稍微带了一点点摩擦感 但穿在身上还是蛮舒服的 它唯一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它这个 这个珠子上面的话,这个线头会有一点扎人 就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珠子给取下来 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话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嘛 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脸裙 这件脸裙的话,它就是那种偏甜啊 拽啊,酷一点的那种风格嘛 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少尝试的那种风格 它是一个吊带裙 这个吊带的话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然后前面呢,就这个样子的 穿上,其实我觉得还好,不是很显附 然后呢,它前面的话是送了一个这种链子嘛 这个链子的话还蛮好看的 也是比较有质感,不会廉价的 就这个样子的,可以把它挂在上面 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话还挺有特色的 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这种拉链 这个拉链呢,不算你自己是一个人的话 也是能够拉上去的 这件衣服呢,我觉得它的版型也还挺好 穿上的话就是那种比较显瘦一点的版型嘛 面料的话,外面这层面料还蛮舒服的 里面呢,就是一层这种布料嘛 这个布料的话有一点点像那种雨散布 会稍微有一点点硬 但穿上的话我觉得还好 就是它不会是那种特别差的肤感吧 不会是那种很扎人的面料 就是它这件衣服呢 线头的话,就里面的这个线头会有点多 其他的就外面这层面料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线头 就里面的这个做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这个线头真的还蛮多的 第三条呢,就是这一条碎花裙 这条裙子的话 其实我当时看图片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加上模特,它是很高很瘦嘛 就是那种很韩西啊,甜美风格的一条裙子 但拿到水后,我就我自己试穿了以后 我觉得就不太适合我 因为它这个花色的话没有图片那么好看 如果你是不加绿镜的话 它就是那种比较土气的花色 就是我觉得完全不显气色啊 就显得很脑气的那种花色吧 穿在身上就完全不称人的,不称肤色的那种 然后呢,前面的话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其实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前面的话是一个稍微带了一点点那种 微领的那种设计嘛 然后领子呢,是一个白色的 前面的话有这种蝴蝶结 面料的话就是这种雪粉的面料 其实这件衣服它的面料 比前面那件,就是酷一点的那件衣服的面料 要舒服一些 但是这件衣服呢,它这个版型的话 穿在身上就显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宽 就很显肩宽,而且很显胖 就这件裙子的话我就不是很推荐 虽然它做工还可以 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它的版型 第四件和第五件呢就是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的话,我当时看图片我觉得也还挺好看的 随时就买了这一套回来 上面呢就是一个这种灰色的上衣 这件上衣的话价钱是只要20多块钱嘛 还送了一个这种领带 这个领带呢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件衣服呢,面料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面料其实还蛮舒服的 穿在上是比较轻敷的那种面料 完全不会扎着的 就是它会有一点不太好 因为前面的领子呢 它是一个想做成一个Polar领子设计嘛 但这个领子呢我自己穿了几次 它就特别容易往外翻 就是往上翻呀 就是不服天那种领子 我觉得穿着的话会有点点显临价感嘛 其实质量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呢就是这一个裙子 这颗裙子的话我穿在上会稍微有一点点腰口 大家要看好腰口再买 里面的话是有一层内衬的 但这个内衬呢它就是线头会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一个内衬呢它这个面料的话 也是有点点像那种雨伞布料吧 不算那种很舒服的面料 就是那种很硬的 外面的话它这个面料会有点容易粘毛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比较重的这种面料 这套层子的话其实我自己不太推荐 它的价钱的话就是30多块钱嘛 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白色的豹纹连衣裙 这套连衣裙的话 其实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一条裙子 因为它价钱才30多块钱嘛 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真的还挺高的 前面的话就是一个这种小方领的设计 领子上面的话是有这种松紧的袋子的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蝴蝶结嘛 这个蝴蝶结旁边的话也是有的 其实还蛮好看的 穿上也很好看 就是那种稍微比较甜美啊 又带来一点点那种甜酷的感觉吧 就这套裙子呢 它的版型也还挺好的 上面的话是稍微有一点捏收的 然后底下呢就是稍微撒一点的版型 也是比较鲜瘦的嘛 就是我再说几个它的缺点嘛 它的缺点呢就是它这个松紧袋子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点紧 穿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捏我的后背 然后呢就是这个线头真的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线头 就觉得大家如果是买回来的话 就一定要自己修剪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线头 哪个地方我感觉都有很多线头 然后就这个拉链的话会有点容易卡住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有线头的 这件衣服呢 我觉得它的面料还蛮舒服的 就是那种雪粉的面料吧 因为里面是有一层内衬的 所以说它也是不怎么容易走光的 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套 这套的话就是他们家店铺一套 偏学院风格一点的衣服吧 上面呢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小Polo衫 它是一个稍微带了一点点V领的设计 然后是一个白色和黑色的撞色 前面的话还是做了一个这种标志嘛 底下呢也是这种白色和黑色的 这种拼色的设计 这件衣服呢它的面料其实还挺舒服的 30多块钱 它是这种单层的面料嘛 穿在身上我觉得还比较透气 是这种有一点点像针织衫的面料 适量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刚开始穿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比较显瘦吧 然后我自己洗了一次以后 它就有一点缩水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上身 就是我感觉我 肚气眼那个地方都已经露出来了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看 它可能稍微长一点点还好看一些 然后呢就是搭配的这样一件 黑色的白褶裙 这条白褶裙呢 其实它的面料还蛮舒服的 就是那种比较软一点的面料吧 它不是那种很硬的面料 因为我之前买了那种白褶裙的面料的话 我觉得都是那种比较硬的嘛 所以说这条裙子的话 它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褶子就是那种很乱的褶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完全不是那种很锋利啊 很有规则的褶子 穿在身上的话就是 我觉得不太好看 没有质感的一条裙子吧 就虽然说它的面料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 没有什么形状 所以说我觉得穿在身上的话不太好看 大家可以加几十块钱 去买那种六七十块钱 或者七八十块钱 那种稍微有褶子 比较封地的那种白褶裙 会更好看一些 就是那种稍偏学院红格一点的 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件白色的衬衫 这件衬衫的话 其实拿到手和图片 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别的 因为价钱也还挺便宜的 前面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领子 这个领子的话也是那种 稍微比较正规的那种领子吧 然后呢它是这种镂空的设计 这个上面的话设计有这种花瓣呀 然后还有这种走线的这种设计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 比较精致的一件衣服吧 就是因为我买的是一个军马 因为它只有军马可以买吧 所以说穿在我的身上 会稍微有一点点大 它就比较适合高贵子的姐妹穿 然后呢就这个面料还蛮舒服 它是纯棉的面料 是完全不会扎人的 就是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点太透了 就是你穿个浅色的衣服的话 也能够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里面的话 就需要穿一个那种小吊带 接下来呢 也是他们家买的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的话 就是一个这种黑色的短款上衣嘛 这件上衣呢 它是一个 前面的话 就是一个字母刺绣而成的 一个这种爱心 这个刺绣的话 其实还挺有质感的 因为它不是那种胶印上去了 然后呢 它这个领子上面的话 是没有做这种包边的处理的 所以说你洗完了 洗多了以后 它这个领子的话 也有点容易变形 这件衣服呢 它其实版型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 比较适合小个子穿 因为它是稍微宽松一点点 不会特别的宽松 就小个子底下 搭配一个那种紧身裙子 然后就还挺好看的 可以搭配一个那种金属的项链 或者是那种马丁靴 也还挺酷的 那这件衣服呢 它的缺点的话 就是它这个颜色的话 就这个黑色面料 会有一点太容易沾毛了 然后就洗了以后 也会有一点容易掉色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条格子裙 这条格子裙的话 其实它就是旁边 就有一个皮带 就是这个设计感嘛 然后其他的设计呢 就比较简单 是一个这种格子 但这条裙子的话 我就常好转说 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它里面呢 是完全没有那种衬的 它就是很薄的一层 就这样完全单独的 很薄的一层 而是呢 比较容易走光 就我觉得这条裙子的话 其实也挺没有质感的 就你上面搭配那种衣服的话 它就衬不起来 就我觉得它是没有什么形状的 所以这条裙子的话 我也不太推荐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条格子裙 这条格子裙的话 就是大家如果是逛 这种类型的店铺 就稍微评价一点的店铺 一定会在他们家店铺里面看到的 因为它的模特图都是一样的 就那种很小轻轻的图片 真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说我就买回来了嘛 其实是没有什么色差的 我买了两个店铺 一个是夏夏学姐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PP Home 买到手了以后 它们的价钱其实差了几块钱 但是拿到手的话 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 无论是这个标志啊 还有它的版型啊 和这个质量啊 都完全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嘛 但是这件衣服呢 就虽然说你看模特图很好看 但是你自己买回来以后 它这个肩膀特别宽 你穿着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就特别特别的显肩宽 显得肩很壮 而且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罩的话 我觉得不算那种 特别舒服的面罩 就拿到手的话 就比较皱的那种面罩 只说这件衣服啊 其实我也不太推荐大家去嘛 就是应该你逛的那些店铺 就凡是用它这个模特图的 应该都是一样 一个就是那种 一个工厂拿货的 最后呢 就是跟大家排雷的两件衣服了 首先呢 就是这一件吊带裙 这件吊带裙的话 图片也很好看 但是拿到手的话 真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这个花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样 特别涂气的一个花色 而且这个面料也是很扎人的 就这个上面的 这个面料很扎人 所以说我就没有 跟大家上身试穿了 这件衣服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去购买 最后一件呢 就是这一件脸衣裙 这件脸衣裙的话 模特图也很好看 但是呢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 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差 质量真的很差 我感觉就买了一件 垃圾回来 它这个衣服的话 这个面料真的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它 我觉得它连雨伞布都不算 完全不透气的那种面料 然后呢 这个花色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也是不太好看的 虽然模特图好看 但是这两件衣服的话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优点可言 除了这两件衣服的话 我也就没怎么跟大家推荐了 就这件真的很差 而且做工啊 走线都很差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PP Home 它家的碳店 我觉得这类店铺的话 虽然说它价钱比较便宜 但是真的特别容易踩雷 就是你逃到宝的几率是很小的 之前的话可能就买过 我觉得质量还可以的 但是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踩雷踩的比较多嘛 所以说大家就真的要理智的种草 多去看一下评论 就你能不能接受的那些差评啊 然后再决定去不去购买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期视频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别忘了点赞 投票转发上了一下吧